准准台湾年轻人服务细致度和企业忠诚度 上海台湾企业征才就业博览会活动 连续两年在台北举办 提供年轻人多样求职机会 上海市台资企业协会征才博览会正式启动 而今年韩国瑜上任高雄市长誓言拼经济 韩流效应魅力大 本台独家掌握上海台湾企业征才 4月27号首度遗失高雄举办 台协会的会长 李政宏他也是高雄人 另外副总会长张简真 也是高雄人是大辽人 韩市长当选了之后他们都很兴奋 他们觉得就是说当然一定要回馈乡里 每年的上海台湾企业征才 都会吸引上万名年轻人到场咨询 想吸进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接近自己梦想 除了征才活动 两岸三地的创业大赛 4月28号也计划在高雄举办 过去的高雄几乎和对岸城市没有互动 而现在不仅征裁机会多了 韩市府规划中的高雄邮轮产业链 更有机会和对岸接轨 过去都是公主号 这些是从高雄出发 但是现在我们希望更 更希望的是其实 高雄港能够跟这个亚洲一些港口 包括千金 上海这些港口可以连成一线 随着韩国上任 高雄当地年轻人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选择 也要发展新形态观光 让高雄人人都能发大财 记者综合报道